Hello YouTube,我是Jason,我們回來繼續玩Fail Hive 上一次我們打倒了第一個Boss 那是赤血零鹿 今天我們開始第二個Boss去尋找 我們尋找第二個Boss 我們必須要去一個新地方 我們先撿一些木頭在身上 撿一些石頭,撿一些木頭 其實這些東西我們稍後建屋是必須要用到的 但是我們在想 我們可以保持在身上 出發前我們先煮一些食物 烹飪食物 還有 火把我們要樹枝 樹枝在屋裡面好像有點 沒記錯的話 這間簡樓屋 希望我們遲些可以去一個新地方 去一個新地方 然後再製造一個新地方 現在暫時就這樣 上次我們打完一次就在這裡 它後面這個位置就是森林 我想會不會有機會 其實我們直接走到這邊 就已經可以去到下一個Boss的位置 有可能 是 也有可能不是 這個呢 喂呀 野豬 過來 大家看完我上次打過Boss 都看到 我們是會採取這個近攻策略的 我們是 作為一個全職玩任何遊戲都是做坦的人 我們是不會 就是 用一些弱者的武器 就是用弓箭在遠距離打 我們是不會這樣做 我們是會 近距離在那邊打 但是 我們去到中後期 其實有必要可能都要玩弓的 但是 我就在想 我拍片可能玩到某一個位置 我就會 可能 開一個伺服 跟觀眾一起玩都不奇怪 但是這個就要視乎 我這個遊戲 會玩多久 這個就要視乎 因為我可能 玩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之後就不再玩都不出奇 所以這個就要看看 我們後續發展 究竟我會玩多少 除了打Boss之外 我也有很多可以做 譬如我們建一間漂亮的屋 都要 建一間漂亮的屋都要 真心 我們這間屋 是有點噁心 是有點噁心 好了 下一個Boss 我們要去那個森林 他說要 森林在哪裡呢 就真的要找找才知道 我們去到探索下世界 我們現在這個是清清草原 清清草原 其實這個遊戲呢 它的光都做得挺漂亮的 所以它這些角色 或者一些怪物呢 是用這個 這麼低清的 畫風呢 其實我覺得有可能是故意的 有可能是故意的 風向啊 是風向啊 因為我看到東西是向著那個漸咀的風向飄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風向 我們下一個Boss呢 是在森林裡面的 前面這個 都算是森林了吧 清清草原 不是喔 喂 走走走走到海裡 看來不是這裡 好難找啊 這個Boss 前面有個難的 哇 難的 貨幣 有金錢 哇 這遊戲有寶箱撿完了 有怪在這裡 可以補補 打一隻 哇 找到了 黑暗林山 我們就是要來這裡 這裡就是啊 原來向下走就已經到 等我到處找了那麼久 OK 如果我可以上去的話 河童爬花石 這裡啊 黑暗林山 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是不是要找那個的召喚台呢 但我們第一件事應該是要 畫一個狂線 因為他之前的教學說 我們可以在這個黑暗林山找到很多礦石 但我們先找一個方法上去 看到你新東西 新植物 這是什麼 什麼草 新材料 不知道用來做什麼 說不定回到工作台上 就可以看到有什麼用 但他說會有礦石的 藍莓 nice 吃藍莓 他最多同時間可以吃三種不同的食物 同時間 三種不同的食物 蘑菇 nice 是不是可以做蘑菇湯 好像minecraft那樣 我們集中點看一下 類似礦石的東西 如果看到的話 然後就是召喚那個boss出來的那個召喚台 海 我們找到 如果我就這樣看 之前我們這個biome 就是這麼大的 所以這裡應該也是這麼大的area 如無意外 啊 有石外那裡 灰矮人 不是灰寶寶露 哇 這麼大力 哇哇哇哇哇哇這裡的掌痛很多 哇有霧露 那個是什麼來的 這個是那些 堡壘的感覺 裡面應該應該有東西要收拾 我想 有沼氣 這裡 Headshot有沒有關係 打頭會不會痛一點 不知道 打死他們有木材 來,come on 我們赤血靈鹿的BUFF 差不多準備就緒 灰瓦人吃 物品難,滿了我們的袋 丟石頭 丟石頭 沒什麼所謂 灰瓦人之眼 這個也有用 火把我們有兩個 其實不用那麼多 因為我們火把 剛才撿回來的,而且火把這些 隨時可以製造的 我們一會兒如果還有什麼事的話,我們的種子 都可以扔掉 樹的種子 所以為什麼出門前要把東西放在家 要不然 沒位子撿東西 看 兩隻 好像用盾 WTF 這把好彈 哇 打死他們 大哥 這個地方真的不是簡單 這個地方 要打一下 退一下 打一下 OH SHIT OH SHIT OH SHIT 難怪要射箭 但是我們飛馬 還是我們 呀 飛不中 他們會不會拍火把 會不會 你們拍不拍火啊 你們 火弓 火弓 火弓有用 火弓 火弓 原來要靠 我真的聰明 我真心聰明 原來是要用火弓 OK啊,反正這裡這麼黑 用火弓也對 nice 這個東西呢 怎麼在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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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撿了什麼 等等 原來不是有得上去的 不是有得 我以為裡面有東西要撿 Fake我 Shit 其實我應該在裡面 建一張床 之旅 在裡面建一張床 然後分分鐘呢 可以在裡面睡一覺 睡到天亮 現在暗暗暗 你到處走 晚上那些怪 又不知道會不會更厲害 又不知道會不會 還有你覺得冷 我的角色 覺得空虛覺得冷 覺得冷 胡蘿蔔種子 冷衫 原來 冷衫 原來 我以為你懂得冷衫 三個 又說有劃礦 我們不應該有得升級 裝備嗎 新礦物 這個那樣 應該有 我們未見到有一個 類似礦物的東西 怪也見到很多 這是不是新怪 沒見過的 剛才是那些矮人 哇 樹精 室外 灰藍人薩滿 哇 噢 放魔 不過這班人 他們全部是怕火攻的 全都怕 你看他們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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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Shammon 馬上玩魔攻 這班人 灰藍人薩滿戰利品 幹什麼 還有一隻 玩魔法 中火 我快死了 中毒 放毒啊 吃個雞尾 火火沒了 Craft 會Craft即打 灰矮人 他們像是木頭做的 他們的樣子都像是木頭做的 剛才我那裡有東西要撿的 我沒有撿到 在這邊 我打死他之後 我沒有位置撿他 真正的死人頭 是不是在這裡 在這裡 他剛才的死人頭 我們扔什麼好呢 我們扔什麼好呢 嗯 吃一些藍莓 然後吃一些這個 為什麼這個不是灰矮人戰利品 灰矮人殺滿戰利品 丟一些種子 種子是棄樹撿回來的 隨時可以在別的地方撿到 還有果實都可以 都可以丟 果實都 咦 這個石頭 會不會可以告訴我們 這個box在哪裡 你若聞此小心灰矮人 黑暗潛伏者與失文之靈 此背從腐爛和雨水中降生 如蘑菇般從煙氣土壤破土而出 當殺落之人或極罪之人 靈魂在地下微爛 噢 奇蹺怕火焰 對嗎 你若聞此應執劍在手 切開束縛 解放其身 亦可火具是之 哈 他還沒跟我們說 我們已經知道是用火把來打 為什麼我們這麼聰明 一個字就是聖 但是我們聖還聖 我們還未找到任何礦石 是不是我們看不到 眼底看那個龍 先去查一下 找到了 原來這裡這麼大的那個也是來的 銅礦園 找到了 呃 八號劑 原來是晚上雖然我看不到 日頭的話就應該會看到清楚一點 嘩 後面有一隻 又有Sharmon在那裡 Fuck 又有一隻薩門在那裡 這個整個都是你 原來 讓我還以為是小小的東西 讓我還以為 他是不是看不到我們 好像有幾隻掛在那裡 唉 先打死他 要不然麻煩 燒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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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矮人 咦 為什麼燒不到呢 呀 屎屎你 全職近攻 放毒都不管 反正你放毒我打我不死 嘩 瘋狂 戰神 嘩 還有一隻在後面 先不要戰神 不要戰神 我們的火爆沒有了 等等先 好忙啊 這麼多隻 為什麼用 我快要死了 其實不用拿盾 反正都沒什麼用 他不是幫他回血嗎 對呀 他在回血 有回血技的矛盾 先爆這隻 先爆這隻 第二隻 爆才過來 阻礙阿蘇畫礦 第五天 我們畫到銅礦 那我們就可以回去 做新裝備 這隻腳也來了 這個整個都是來的 你看 銅礦 先跟他聊聊天 喂 出不回去 我頂啊 你發現有色礦石 原礦石需要經過野煉路的提神後才可以開始斷造 你需要驗靈之核才可以建造野煉路 去黑暗的地下城搜尋白 黑暗的地下城? 我們先標示這裏有一個 有一個什麼 這個標示 Bronze note 噢噢噢噢噢噢 我們現在裝備過重 怎麼做 裝備過重 我們丟這些東西 丟掉到槌子 剛剛好30 我們標示下這個位 那我們回家放下一些東西 又怎樣?勇士 他一棵樹上不知不懂的聊天啊 玩什麼? 可以下來嗎? 他一棵樹上不知不懂的聊天啊 我丟了一棵樹 下來啊 跟我聊天啊 站到這麼高幹嘛? 下來 噢Shit 噢Shit 他現在去了那裡啊 哈哈 玩爺氣到這麼高 攜帶太多東西,他覺得很慢 我知道了,現在先來跟我說 我們不早點說 回家放下一些東西 看我們有什麼新東西可以弄 我們可以弄絕絕絕絕絕絕 其實之前已經弄到了 工具取 但我們要升級版的工作台才行 工作台改善 製作台 我們試一下建這個 10個木材和10個打火石 然後我們有工作台可以建 為什麼不可以建在這裡 要建在工作台旁邊 是不是? 似乎是 這樣 建在這裡 新製作皮胸甲皮褲 皮頭盔 噢 對哦 那我們現在的工作台是2 原來是這樣的 然後我們可以弄皮胸甲皮褲 然後皮頭盔 先弄皮頭盔 不用問 耶,整個事都完全不同了 然後我們製作皮胸甲 皮褲弄不到 先穿皮胸甲 我們要皮胸甲 哇,整件事都漂亮了 我玩這個遊戲 我暫時有目標 我會想試一下 就弄到去 一個自己的小村莊 可能建在這裡的河邊 有一個 自己的小村莊 如果想去這個 咦 爛屋都可以收你 原來 What? 哦 我們可以拆了這間屋的東西 然後我們可以 原來如此 哦 OKOK 原來我們的爛屋可以收你 實在太好了 實在 我還以為這間爛屋怎麼辦 原來可以維修的 哇 完美 整件事都漂亮了 不再是一間村洞爛屋了 雖然還是有點噁心 咦,我們可以在這裡改建 將我們家 我們家裡的地面可以脫掉嗎 是可以的 OK哦 我家裡都漂亮了 我們再 移屏這裡的地面 因為這裡有些草 我們家是不應該附近圍著有草的 好啦 我研究到 原來 嘩嘩嘩嘩 狗 大哥 裡面太大煙了 我研究到 會不會著火啊 對了 剛才我 Off Camera 其實我拆了很多東西 今天我研究到 原來我們 是要升級的那種 這個工作台 我們可以再蓋多一個 這個 皮夾架 這個皮夾架 我們需要15個 那些火石 20個皮碎片 5個綠皮 那我們才可以 就是去到再升級多一次 嘩 底圖這樣 看來我們要在我們家裡 開個洞 在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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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有煙的 你先知道 然後 好可愛哦 它的煙是會 呃 在屋裡面 哇哇哇哇哇 methods 你放任何化碳戈? 煙呢 是跑掉 Sven 如果這樣的時候,我們下雨間屋就會浸水 這樣就可以 這樣就可以擋到雨 然後也可以 讓煙不要供在我家裡 為什麼我要蓋營火呢? 因為床沒有營火,它不讓我睡覺 所以為什麼我弄到這樣 但是這間屋我遲早一定會去弄一下 但是現在我們真的需要去弄一把弓 因為我們打這個弓 真的用弓會比較好 我們下一段影片回來 我們就會升級了工作台 同時間應該可以再多一點進度 但是我們很大機會在下一段影片 就會轉做這個直播形式去做也不奇怪 這個是很大的機會 不過我應該接下來 我想半個小時就好了 我應該也是在這裡打獵 這段影片我們先到主題之 我們有可能下一次回來就是直播 大家如果想看直播多過看影片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言說 我們會順應大家的民意 OK 我們今天的影片先到主題之下 希望大家喜歡 我們下一段影片回來再繼續 就是這樣 Bye